搬了一天的钻累死我了 又得回那个小破屋 真晦气 喂 我回来了 老婆 你终于回来了 一千千烦不烦 你个穷屌丝我饭呢 对不起老婆 忘记给你做了 我马上就做 晦气 我睡一会 老婆吃饭了 知道了 你烦不烦 做个饭可真慢 真末技 尝得帅有什么用 又没有钱 老婆 我 我先吃饭了呸 你这做的什么玩意 要不是没饭吃 我才不愿意吃呢 老婆 家里粮食不多了 你就给我留点吧 你个穷屌丝 我凭什么给你留 这做的全是一些什么呀 真难吃 喂 我吃完了 出去散散看着你就晦气 咦 他们在那边聊什么 你听说旁边的那家整容变了吗 我整了一下 我变得那么好看 声音也变得好听了 是吗 那我改天也去选一次 你好 你们说的是哪呀 你个穷屌丝 说了你能付得起钱吗 你能整得起绒吗 呵呵 你这样说我 等我整完绒了 绒你好看 不行 我得回去问那个穷屌丝 要一W 对 穷屌丝 你给我一W 我要去整绒 老婆 箱子里有两万 你拿一万去吧 另一万留着 那是我们最后的积蓄 哎呀 知道了 我要赶紧去整绒 老板 我要整容 两万这一字 可恶 钱竟然不够 那我向贵蜜去借点 乖 我爸妈生病了 急需两万 我能向你借点吗 希望自己自己拿 谢谢贵蜜 那我拿两万哦 心想 这钱可真好骗 乖 我拿了 我走了 哈哈 等我整完绒 就把那个穷屌丝给甩了 老板 我来了 我要整容给你两万块钱 好的 钱付了 请上了整容 还不快给我整容 也是请躺床相 未完大训 女主会整成什么样呢 女士整好了 起来吧 哦 好的 哇哇哇 我变得这么漂亮 声音也好听了 呵呵回去 就把那个穷吊子甩了 财产也拿走 离开这里 老婆你回来了 你变得好漂亮 呵呵 你配不上我 我现在就拿你最后的钱走 不要啊 那是我最后的创意基金了 我管你呢 喂 我走了 心想 马上就能离开这个小破屋了 哈哈 不好意思 我来了 哈哈哈 到了 先去我妹家的房子看一看吧 说不定能住一碗 呵呵 应该就是前面那栋 应该是这栋吧 我对它的好像是黄色那栋 哎 算了去花店看看 哎 你干嘛 你撞到我了 我这衣服你赔得起吗 呦 这不那个穷逼吗 呵 被我甩了锅的怎么样 不和你聊了 真会气 居然会碰到它这个香巴佬 呼 这洞应该是了 进去看看 呦 没想到它过得这么好 去卧室玩它电脑 卧室都这么好 不像那个穷婊丝 喂 是莫里吗 打中午的打什么电话 我们总裁找你有事 在XX小区 心想 总裁那么有钱 那我岂不是可以 呵呵 总裁马上就是我的了 未完待去关注博下机更精彩 哈哈 总裁马上就是我的了 呵呵 等我有钱了 那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你 总裁人家来了 怎 怎么是你 呦 怎么了 那不是拜金女吗 不行 她变得这么有钱 只能听她的了 这个应该就是我的房间了 不北 我当时是有原因的 我只是不想 好了 你别说了 都成这样了 对了 旁边这是洛西 好 好吧 可恶 既然得不到那洛西 你也别想得到 算了 玩坏电脑 喂 吃饭了 来了来了 呵呵 计划马上开始 姐姐 姐姐 你来我房间一下 我找你有事 知道了 对了 你找我干嘛 当然 是陷害你了 啊 啊 洛西 你干嘛 莫西 你干嘛 莫里 她只是我前妻 你至于吗 顾北 我好痛 顾北 我好痛 没事了 我要去上班 帮你卡里打了五十万 恩恩 谢谢了 呵呵呵 我这不就有钱了吗 可以出去消费了 这些还有这些衣服都给我包起来 喂 老板呢 来了来了 这些我都要了 钱给你 买完去花店看看 这些我都要了 喂 谁呀 莫里 你给我回来 为完待讯男主教莫里 干什么呢 你这些人 我回来 家里 我回来 我回来